黃老師 我們現在為什麼在一個地下室 地下室的空間 這什麼地方 這是在永順國小旁邊的一個透天社區 永順國小是哪裡 在義文 算義文區 義文區的邊緣 所以等於說也是在義文特區附近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是看這個是什麼樣子的房型 這是一個透天型的別墅 又是別墅 我最喜歡的別墅 我們在地下室 那這個地下室比較特殊的是 它是都開放式的 開放式 其實透天的地下室很多這樣子才合格 很多都是惡工 鐵門那個什麼 很多是惡工 所以這才是最原始最標準的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下室的面寬 其實是可以停兩台車的 對 可以停兩台車 然後鄰居跟鄰居之間 這個牆沒有隔開 所以你門如果停過來一點 這邊還是可以開門 這邊還是可以開門 所以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 然後開放式的一個空間跟格局 這裡好像有一個小秘密通道 來看一下 一個儲藏室的 好黑喔 沒有燈 沒有燈 算了 反正這是一個儲藏空間 每一戶都有 那就是地下室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直接上去這邊囉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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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停車場上來了以後呢 直接都看到一間廁所 所以呢 如果說你停完車 剛好尿急的時候 非常方便齁 有一個三建築的 沒有乾絲分離 大概是這樣子 標準的公共衛浴大小 欸 這很奇怪 進來以後就一間房間 是不是 好 它這個房間 理論上 應該是很多社區 那種透天型的 都會有個儲藏室 那這個就可以當做儲藏室 那但是它這個儲藏 它不像一般是 那個儲藏室 是坐在地下室 這有一點像是 地下B1跟1樓中間的這個區域 所以它是有 中間是有 可以看到隊友有通風的喔 然後這邊也有做採光 對 所以這間也可以做房間 你要把它做成孝親房也可以 這 出去就等於是有一個 有點像露台的地方 跟對面鄰居 可能可以曬個衣服或者幹嘛吧 嘿嘿 不知道喔 看大家怎麼規劃 它有窗 然後我們再往上走 這邊才是1樓 1樓的部分 欸 畫質 這間是空屋喔 這間是空屋 對 是完全沒住過的人 是不是 有住過 有住過 就是拆掉了 拆掉了 喔 拆掉了 喔 然後它這邊有沒有 剛剛下面不是有一個房間嗎 它這邊 挑高架高一點點 因為它 你看這個挑高 一樓挑高非常高 一樓挑高非常高 所以它這邊架高一點點 也不影響使用 那這邊可以做一個欄杆 南竿這邊做一個餐桌 喔 電器櫃都定在這邊 然後廚房定在這裡 欸 超好利用的耶 那看出去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這邊有一個後陽台 喔 這工作陽台的部分呢 因為它這個挑高的部分 所以也很好利用 你可以曬棉被曬什麼 往上拉 它直接伸縮的那一種 伸降的那一種 往上拉 你就不會遮蔽到你的 這個光線 那它現在是做這種鋁質的 鋁質的百葉窗 那也算是貴的喔 鋁質的百葉窗非常貴喔 那我們 欸 去看一下它的中坪好不好 走走走 欸 這個是全新的吧 門沒關 可能它的門已經換過了 這個整個都換掉了 喔 對啦 人家對面鄰居的門是那樣 欸 好像真的很久沒住了耶 這邊都漲草了 但是這個社區就是 呃 其實它的整個風格 其實就還蠻典雅的 典雅 只要我們 欸 看出去 感覺還不錯 超棒的耶 欸 好喔 那我們趕快進到裡面來 是 我在這裡 要進門之前 有沒有看到那邊 欸 你不覺得這很像日式的一個建築嗎 欸 對耶 你這樣講起來好像日本的城堡 哈哈哈 很像大阪城耶 嘿嘿 那感覺有點像 它的層次漸層 欸 蠻有趣的齁 來來來來 我們進到裡面來看一下 我們給它關一下 它這個客廳其實 以 呃 後天形的房型來看的話 它不算特別的大 但是 絕對非常適中夠用 然後 呃 如果 以這樣子屬於小透天的房型的話 這邊就不用隔一個玄關了 你電視牆直接坐在這邊 電視牆整合什麼 那個 鞋櫃 剛剛好整合在這邊 然後 沙發背牆這樣看過去 這個面寬呢 也有個五米 四五米左右 所以 你可以放七十五吋到八十五吋的那種大電視 然後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大面寬的一個窗台 那目前呢 它是做透明的 所以採光也算還OK 可以看到外面整個綠油油的一片的景色 欸 還不錯耶 然後 然後 因為它這個裝潢 因為 比較早期 都已經有一點斑駁了 所以買這房子 應該還是會去做一個裝潢 重新裝潢 那我們到二樓去看一下 走走走 欸 二樓它一上來就訂這個墓地板 這是石墓的 石墓的 當年它這個是有配這種全室西層的 全室西層 但是可能也壞掉了吧 也沒用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房型 上來了以後就看到一個廁所 廁所它這個是一個三建組的 有乾絲分離的浴缸 而且這是按摩浴缸 按摩浴缸 然後那時候流行按摩浴缸 然後這個三建組的 偷偷 然後進來 它是一個雙開的 從裡面跟外面都可以開 那它以前有做這種裝潢 不過這都比較老派的裝潢 全包 當時應該花了不少錢 大概是這樣 然後做一些背板 不過我覺得裝潢不是很重要 因為大概可能都已經跟現在的潮流差異蠻大 可能還是會全部換掉重做 往外看 社區的中庭 還蠻漂亮的 還不錯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另外一間是屬於次卧客房的部分 來 這一間就 大概是現在很多房型的 次卧到主卧室的大小 比次卧大 但是比主卧室小 它這個床頭在這邊有沒有 所以你床是直接這樣子橫放 然後這邊下面窗台 這個窗台下面的一些空間 它也做了完整的利用 你可以訂一些櫃子 然後做 這真的很古早味 感覺就是當年有錢人會做的這種裝潢 對不對 那我們再往樓上去看 二樓大概是這樣 往樓上去看一下 上來了以後 它這裡就是頂樓了 所以它這個沒有做很高 這一間就是屬於開放式的格局 這邊可以做 如果說你需要比較多房間的話 這邊可以隔個一加一房 做一間 在這邊一間 這邊做書房之類的 裡面那一間做房間 因為它有衛浴 這個有重新做過 重新裝過 那這邊 本來可能有一個浴缸 它把它填掉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如果買這個房子 都可能都還是會處理 所以應該是還好 小事 看出去有一個露台 露台 露台的對面是一間豪宅 自己蓋的豪宅 真的是豪宅 這就是屬於社區的後面 其實當然有人喜歡自己蓋 像這種地 如果買下來自己蓋 就跟那一樣 可是我不喜歡自己一戶 沒有鄰居的感覺很不好 然後前面也有一個露台 這邊這個露台 就是對社區的中庭 大阪城在那裡 王老師 大阪城在那裡 大概是這個樣子 哇 喂 王老師 我就喜歡這種地方 我們下班了以後 回到家 就是希望說家裡很清靜很清幽 有遠離喧囂的感覺 你如果站在你的這個客廳 往外看 它那個大面寬的一個窗台 往外看 整個都是鳥語花香的 但是要整理 人家都很乾淨 就我們那一間 有長草 太久沒住人了 所以呢 這個如果住進來了以後 庭院的地方 就種一些 漂漂亮亮的花花草草 那應該感覺會非常好 然後地點的位置就不用說了 中正藝文特區 附近 走路到那邊要多遠 走得到了 走得到了 沒有走過不知道 不敢亂講 我們這邊應該 沒看 學區很近 學區 什麼學校 永順國小 然後附近好像也有公園 其實住這種房子 庭園市的這種社區 你就不需要公園 你家就是公園了嗎 有點類似 中式的建築 中式建築的感覺 那這個房子 我們來分享一下 它總共我們剛剛這樣看 地下 地下 B1跟一樓中間有一間 有點像是孝親房的房子 然後一樓呢 一間客廳 一間餐廳 一間廚房 廚房跟餐廳是合在一起的 其實它現在是開放式的 然後二樓的部分 兩間房間 一間主卧一間客房 就是一間次卧 然後三樓的部分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 也算是 看你要怎麼格局 怎麼規劃 它現在目前是開放式的 所以等於說是有四間房間 四房兩廳三位 兩廳三個衛浴 這樣子的一個格局 這幾坪 我們現在報一下 56.8 土地多少 土地23 土地23坪 在藝文特區附近 23坪土地 再加56.8坪的一個建坪 在家可以停兩台車的車位 這樣子總共目前開價多少錢 1788 還有一千多萬的透天 在藝文特區附近 1788 一起發 所以買這個房子可以一起發的意思 其實我看的我也蠻喜歡的 只是說你這個房子 因為它年紀比較舊一點 所以進來裝潢 但是感覺屋況維持得還不錯 這個社區有在維護 所以如果說 住進來的 可能要花一點錢 來做內部的裝潢 廚具你至少要選一套你喜歡的 所以可能要再花一點錢 所以大家可以去斟酌一下 如果這個房子你喜歡的話 可以到現場來看一下它的整個格局 還有大小適不適合你 然後地點跟機能適不適合你 可以跟王老師聯絡一下 左上方的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說你是最近要買房子 買了房子 然後分享你的房 買房的心得還有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要賣房子 要脫色的 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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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